台南向前衝 一起拚經濟 我是吳宣宜 限速政策下 過去大家曾對PLA材質寄予厚望 希望能取代傳統的石化原料 但卻因為降解條件嚴苛 無法輕易被分解 反而衍生更多的環境問題 而公園院出身的工程師徐敦穎團隊 耗費十多年的時間 研發出家庭堆肥就能分解 用以取代塑膠的竹纖維母粒 投入原有石油機的生產設備 一樣可以執行壓出 吹瓶 射出等製程 就能做成餐具 日用品吸管 甚至獨步全球應用在電子包材 目前多家航空公司 美國沃爾瑪或是台灣的超雙 量販通路等 都可以看到相關竹纖維 產品的蹤影 也讓竹子成為前景客棋的綠巾 各式餐具 食品包裝 電子包材 形形色色的商品全都離不開塑膠 雖然近年推動限速減速 但也經濟部產銷統計估算後發現 免洗餐具跟紙容器的用量不減反增 近十年來成長約37% 其中的重中之重塑膠袋 總用量也增加一成以上 專家推估與外送服務成為常態有關 過去大家曾對PLA材質寄予厚望 卻因為降解條件嚴苛 無法輕易被分解 反而衍生更多環境與健康問題 在這顯示替代原料的急迫性 這頭米白色粉末在桶子裡輕輕攪動 與另一頭已經磨成粉 並去除味道的竹粉和澱粉等各種 專利配方混合一起送入投料口 這裡是首度開放媒體拍攝的 公園院才華所 耗時十多年開發的全球最新專利 用家庭堆肥就可以分解 能取代塑膠的竹纖維母粒 就是在此誕生 竹纖維粒重型後 投入原有的石油機生產設備 就可以執行壓出 吹瓶 射出等製程 不需購置其他產線 降低轉型成本 那我們最主要特別的是 我們做竹纖維的材料粒子 在整個竹纖維材料粒子裡面 我們分成兩大領域 一塊是食品級是我用的 食品級裡面我們強調的點 它是百分之百生物可分解 然後它裡面有含一般的塑膠 讓消費者以及地球 不會去承擔這麼大的負擔 竹纖維粒子 在我們射出成型上 它整個熔熔的溫度 可以下降約50到60度 然後在產品冷卻結晶的時候 它的磨溫也可以下降約20到30度 所以如果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第一個我們的作業溫度因為下降了 還有包含我們模具溫度也下降 所以我們可以讓整個產品 在成型結晶的速度會變快 也就是說可以縮短我們整個成型的 一個生產周期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減低能耗 再來就是我們模具的整個生產的壽命 也可以得到延長 無論是叉子吸管甚至是餐盒 都能用竹纖維製作 應用面向廣泛 我們的吸管倒叉池 在食品級裡面 材料是有取得家庭用兌費的認證 新竹科學員區他們用餐的時候 他們強調不要用塑膠的產品 他們會選擇這個餐盒 請廠商們把餐點裝進去 其實很多設計的結構 像這個就是為了多個餐盒的支撐 不只設計能夠針對需求調整 他們也智力優化配方 以符合更多顧客要求 航空的客戶上他們覺得要為了安全系數 所以他們要有一個折不斷的 一個竹纖維的產品 所以我們這個產品折了180度也不會斷 除了飛上天空 徐敦穎研發出的特殊材料 還飛向國際 包含像我們曾經經過Costco 或者是美國的沃爾瑪 台灣的3.1克這種著名的珍珠奶茶商 其實你在坊間可以陸陸續看到 那我們也有商家7-11全聯 等等的這些產品 徐敦穎出身工研院 曾榮獲十大傑出青年工程師 奠基背景的他 深知電子產品塑膠用量驚人 於是也試著將技術提升 試著逐步從包材 部件取代 濕化原料 這是台灣的工業控制用的面板 那這個面板它必須運輸到 下一站的國家裡面去做 系統端的一個組合 我們的材料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 將竹纖維應用在電子材料 領域上的一個廠商 第一個關鍵點就是溫度的提升 第二個是硬度 第三個是靜電保護效應 這是最難的 竹炭添加進去做成的竹炭粒 可以讓自己的靜電保護效應 可以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在電子材料裡面尤其是IC裡面 因為他們在過程當中 運輸過程當中 很擔心靜電保護把整個IC 我們叫做貪汛輸就是打 簡單來說就把IC打壞掉了 所以他們希望整個IC催盤 裡面有導電的機制 可以把這些靜電去導掉 竹子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導電材 如何把它這個導電材發揮出去 這就是這一次核心技術 最難的一個點 能夠長效導電不會隨著時間 或是摩擦衰退 重複使用比例高 消耗的能源也就更少 傳統竹產業成功轉型 與高科技連結 一公斤的竹子變成一公斤的竹纖維產品後 身價大漲 在歐洲價值可以增加兩百八十一倍 也因此替盛產貴竹的原住民部落 注入活水 斗峭山坡上法竹工人用電鋸 將竹子割下後除去多餘枝葉 再借著坡度讓竹子滑下山坡 臺灣的國土面積裡 有十八點三萬公頃的竹林 涵蓋了將近五十多種的竹種 卻因為勞動力外流 許多年老的竹林屬於整理 不僅可惜更會危急水土保持 你太老的話 你看他就是慢慢 就是自己會哭死 不是七年生以上的竹材 就會自然就哭死 假設這片竹園就是 十幾二十年九位經營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想像得到 這種枯勞的竹子 就佔了很大的一個面積 然後會占掉很多新生竹材 它的生長空間 整片竹園就會慢慢走到 老死跟掉林 它砍伐掉了 它這邊就會死掉 它就會從旁邊 它就重新再生長 從地下金冒出來 所以書法是一個必要的手段 那我們在它生長到第四年的時候 竹子最誠實的時候 就砍伐現在來利用 那就是一種碳的封存 那我們把這些 因為我們經過我們整理 徒律砍伐之後 那把老竹把來利用 那在現有的林地當中 它就可以釋放出更多的 更多的空間 讓新生竹重新再生長 那這個新生竹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是在吸附 自然當中的二氧化碳 經過整理浮育的竹林 重獲新生 成為優美的竹林小鏡 陽光穿透竹葉灑落 清風俯過翠枝 隨風搖曳 濃濃禪禪 不言而喻 然後這片林祖 它跟我一樣 也是有很好的一個 福利的觀念 它自己的認為 就是竹林就是要 應該要這個樣貌 那你看聯合國 其實在全世界 都鼓勵大家種族 尤其像中南美洲 他們其實跟台灣 情義怎麼種族 為什麼要種族族 因為它的吸太能力 是闊葉林的四道族族 取之自然 回歸自然 許敦穎持續精進改進 讓台灣往日山林 給出的減速解答 成為國際注目的最新亮點